香港有很多人都喜欢吃辣东西 今次我们找了来自四川的雪莲 教大家做水煮鱼和酱香茄子 让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做来吃 想多辣都没问题 在煮水煮鱼之前 我们要先熬鸡汤底 将斩好件的鸡汤飞一飞水 没有血水就可以捞起 烧热锅煎香姜片 然后放入八角、桂皮和香叶 再将鸡汤放进去 开大火煎至金黄色 倒四碗水入锅里面 然后轻轻拌一拌 再将锅里面的鸡汤和汤汁 一起倒入汤煲中 开大火煮至滚起后 转中小火继续煮大概一小时 在街市买桂花鱼的时候 先请鱼饭帮我们起骨 回来后将鱼骨斩小 鱼肉要斩斜 切成双飞鱼片 下刀的时候第一刀不要切断 下第二刀的时候才切断鱼皮 便会变成一块大鱼片 将所有醃料放入鱼片中拌均匀 大概要腌15-30分钟 然后开火下油 爆香薑片 将鱼骨下锅 煎至金黄色 放辣椒干和花椒粒 爆香 然后倒入鸡汤和葱头 当大火煮起后 再调中小火 大概煮7-10分钟 然后可以放少许盐和胡椒调味 再将芽菜和豆泡放入煮 煮起后捞起所有食材 煮起锅中的汤之后 可以再加入鱼片 看到鱼片变成乳白色后 代表它们熟了 在面上滲一层辣椒粉 花椒粉 然后将葱和芫荽放在旁边 放蒜蓉 将滚油炸上去 就可以了 四川人习惯用大鱼煮水煮鱼 不过由于鱼骨比较多 所以香港人一般都会选 用比较少骨的桂花鱼去代替 今次煮这个水煮鱼 我们就放芽菜和豆泡进去做配料 如果想多些配料 可以放油蜜菜和锅筍 然后我们就做一道比较简单的蒸香茄子 茄子买回来后洗净 圆条放入蒸15分钟 蒸好之后就把它切成幼条 将刚才准备的调味料混合 变成酱汁 淋上茄子上就能吃辣 整酱香茄子需要很多种的调味料 如果喜欢吃辣的人 可以加多一点花椒粉和辣椒醬 但若完全不能吃辣的话 也可以不加这两种调味料 一样都是这么好吃的